我发财 这么光明正大的吗 最近我在挖掘一些地下AI工具 你会不会期待那种在地下室里面 或者黑黑的卧室里面 在吃外卖的一个独立开发者 Universite Underground 他们会搞出一点surprise的东西 Come on 第一个 买memo 这个名字乍听很普通 一个背包物呗 但是我可以给它很诗意的翻译成 我的记忆 它的介绍呢 是Built your digital dream 很流行的一个概念 构建你的第二电子大脑 我发现它比较好用的点是 比如我在搜集视频敏感的时候 把看到的新闻 帖子 书籍 尤其是那种你看了标题 觉得有用 但是你又不想稀看的东西 都通通甩给它 然后呢 向它提问 它会在这些你保存的内容中 去搜索答案 总结给你 并且把来源都链接过来 但是 AI的话不能全信 尤其是在你使用免费的 Try GP3.5的时候 而且它这个收费很不合理啊 五刀一个月的Pro 还在用免费的3.5 直到我发现这个创始人的网名 我发财 What 这么光明正大了吗 很可能是位很有想法的同胞 加油 我发财 第二个 Remini 马上就要从地下服到台面上的一款 AI滤镜和AI写真APP 本质上呢跟去年火了一阵的妙牙相机没什么区别 只是这个黏土的效果 Wow 还有这个玉石玩偶 仙女 3D动画 而且它的各种写真风格也很不错 上传几张你的照片就可以生成各种发型 各种年代 各种主题 各种年龄的照片 而且你可以再用它的高清放大功能 Wow 对了朋友们 我用的是免费试用一周 而且鸡贼如我 设置了闹铃去提醒我在收费前取消它 毕竟啊 我的这种新鲜剂很快就会过去 何况它要收我60多块一周 第三个 环球探索者 看这个 查找有关某某某的一切 假设我们想了解马斯克 它可以把关于马斯克的所有信息 以结构化 而且可视化的方式全部展现出来 然后你还可以点这个枝枝树上任何一片小叶子 跳转到相关的链接去查看细节 嗯 很符合我了解新知识的逻辑 但是呢 免费的3.5我还是信不过 所以我为了感受它真正的魅力 狠狠地冲了它迟到 那在用上主流收费蛋模型之后 我立马取消了计划 因为它还是只能做到看一个粗糙的结构 当然可视化结构化的想法本身很好 取决于我怎么用 我选择免费用 第四个 看似平平无奇 实际来头很大的Rock官网 是前谷歌TPU团队出来创办的LPU公司 专做加速推理引擎 听不懂 没关系 感受这个几乎实时的问答速度 700亿参数的LAMA3 每秒输出300个Token 再来对比一下 在英伟达GPU上运行的 ChatGP3.5和Grock 而且是真的免费使用最强开源大模型LAMA3哦 你要不是个有头有脸的企业 都不给你交钱的机会 最后 DOMO AI 不会SD也能用的视频转会 只需要把你的视频发给它 加上简单的提示词 选择你想要的风格 然后你的视频就变成 凡高跳舞 GTA 3D动画 纸片人 不会跳舞 但是 是只有我一个人非常不喜欢在Discord 去联系这些机器人吗 我都想给它做个前段页面了 猫 别让我再去Discord了 对了 它没有羊猫可好 最基础的会员也要10刀一个月 10秒的转会只能生成10条 所以你算出这条视频我花多少钱了吗 不多说了 点赞投币吧 当然 这些地下AI们都有优点也有缺点 跟现在所有的AI都一样 我虽然有吐槽 但是 我绝对对这些发挥创意和投入精力的企业和开发者 表示敬意 他们都在努力去做 区别于那些大型产品更符合需求的东西 这也是我去挖掘他们的初衷 好了 以后我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AI相关的一切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